沙拉公主 1. 公主驾到 笼罩着白色浓雾的伦敦大街上 有一辆大马车正以慢速度行驶 马车里做了一位中年绅士 以及一位可爱的女孩 女孩是第一次走进这雾都里 她趴在车窗口 好奇地张望车外朦胧的景色问道 爸爸 这里的白天怎么跟黑夜一样 沙拉 在伦敦常有这种情况 因为雾太大了 所以白天也得点灯 我知道你到了这充满神秘感的地方 一定又会编出许多故事吧 名为莱福库尔的绅士微笑着回答 爸爸 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吗 像是有一朵乌云飘过来 沙拉的脸色突然变暗了 她在印度生活时 总是称爸爸的故乡伦敦为那个地方 她知道当他们回到伦敦 就代表妇女俩分离的时刻要到了 沙拉 这里的环境比印度好 你一定要留在伦敦上学 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而且 在学校里 有很多年龄跟你一样大的小朋友 可以一起玩 爸爸会常常从印度寄有趣的书过来 你不会寂寞的 嗯 爸爸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我也只好想开点啦 沙拉努力打起精神 她希望不要让爸爸太担心难过 你真是个好孩子 我们去接可爱的艾美宝宝吧 艾美宝宝不知道在什么店里等我们呢 真想赶快把她抱回家 沙拉的小脸蛋又恢复了金亮与红润 马车在十字路口转了弯 驶进一条开设了许多玩具店的小街上 玩具店的橱窗里 展示着各式各样的漂亮洋娃娃 沙拉迫不及待地赶快下车 看个仔细 沙拉 这个如何 库尔先生指着一个 穿着白色洋装 细着蝴蝶级的洋娃娃 不 她不是爱美 沙拉很肯定地表示 就这样 她们逛过了一家又一家玩具店 都没有看到沙拉心目中的艾美宝宝 她逐渐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这时 她们来到一家最大的玩具店前面 沙拉突然眼睛一亮 蹦蹦跳跳地喊着 啊 艾美宝宝在这里 她一定等我们很久了 她把脸紧贴在橱窗上 睁大眼睛往里面看 那个洋娃娃 有着一头金色卷法 蓬松地垂在肩上 翡翠色的双眼看向沙拉 好像真的有生命一般 当店员把洋娃娃交给沙拉时 她迫不及待地把娃娃紧紧抱在怀里 亲着娃娃的脸颊说 艾美宝宝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咯 库尔先生看着女儿天真可爱的模样 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但心里十分难过 因为送她去上学以后 她就要回印度工作 父女俩得分离好几年 为了沙拉的前途 她不得不忍受于爱女分离的痛苦 在旅馆里度过一夜以后 第二天一大早 父亲带着沙拉一起来到明珍女子学校报到 马车缓缓驶入学校大门 她看着学校里宏伟 但造型单调的四方形红砖建筑 心中竟然浮现一种忧郁与厌恶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沙拉问着自己却不知道答案 不过她决定 不要把这种负面的感觉告诉爸爸 怕库尔先生会因此而放不下心 迎接他们的是一位板着脸孔 表情冷淡的中年妇人 沙拉见了 小声地对怀中的娃娃说 她的脸好像这些四四方方的笑射 还有她的眼睛 怎么像鱼的眼睛一样 好冷酷 我是本校的校长明珍 请多指教 明珍校长一见到库尔先生 立刻热情地打招呼 笑容堆满脸上 但沙拉觉得这种笑容很不自然 您好 我是莱福库尔 这是小女沙拉 以后要请校长多多关照 再陪她 能教到这么聪明又可爱的学生 是我的荣幸呢 校长笑得合不拢嘴 在学校的另一边 一群女孩子聚集在窗边 叽叽喳喳地说话 她们在注视着新转进来的学生 就在昨天 她们看到校长带着女仆 亲自布置着豪华的房间 要迎接有史以来最有钱的学生 这让她们对于沙拉 是什么样的女孩感到非常好奇 校长的样子好惨媚哦 我简直快透了 哇 这个女孩好高啊 看起来像是十岁的孩子呢 听昨天布置房间的女仆说 新同学的爸爸是派住在印度的军官 家里非常有钱 只有她一个独生女 花多少钱栽培都愿意 光是五一就买了十套 还特别找法国女仆来服侍 哇 那不是跟童话里的公主一样了 哼 不管她如何有钱 衣服再多 生长在印度那个野蛮的国家 一定没有教养 不懂礼貌 而且皮肤搞不好跟印度人一样黑 说话的女孩叫拉比亚 她原来是这所学校最有钱的学生 也自认最受校长宠爱 这会儿来了个比她还有钱的小公主 拉比亚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 故意说出这么难听的话 她的皮肤看起来不黑耶 室内分寝室和读书室 无论地毯 窗帘 书桌 床铺 安乐仪等家具 全部都是最豪华讲究的 简直像是饭店的总统套房 也难怪会让其他必须两三个人集一间宿舍的学生感到非常羡慕了 这儿就是小姐的房间 行李都送到了 那位法国女佣今天稍晚就会到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 校长再度露出了死鱼般的笑脸 好的 谢谢您 库尔先生似乎非常满意 但眼神里已经透出了哀伤 分离的时刻到了 当房间里只剩下库尔先生与沙拉时 两人的眼中都充满了强忍下来的泪水 库尔先生把女儿抱起来放在膝上 沙拉专注地看着父亲的脸 似乎是要把爸爸的行冒永远烙印在脑海中 沙拉 你是想要记住爸爸的模样吗 不 爸爸 您的样子我早已经记得清清楚楚了 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 库尔先生紧紧搂住女儿 亲吻她的头发 这时忍耐许久的眼泪才潸然落下 爸爸就要走了 你要好好保重自己 听从老师的教导 跟同学好好相处 你是一个好孩子 一定不会辜负我的期望 爸爸 也要请您保重身体 我不能像以前那样陪伴您了 一定要尝尝洗信给我哦 沙拉说话的声音里充满了浓浓的鼻音 当父亲离开宿舍坐上马车 沙拉紧抱着艾美宝宝靠在窗口目送父亲 马车开始往前走 库尔先生由车窗伸出头与手 大声喊着 再见 沙拉 爸爸 再见 沙拉也用力挥着手 泪水挂在她的脸颊上 看着马车越离越远 最后化成一个小黑点 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二 结交新朋友 第二天早上 沙拉吃过早餐以后 让新来的女佣马勒特 帮她把头发梳好 穿上深蓝色的制服 虽然她贵为小姐 但对任何人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 她总是说 马勒特可以帮我做这件事吗 谢谢你 这让服侍过不少有钱人的马勒特 感到惊讶 很少能遇见 从内心到外表都如此优雅的小孩 因此都非常乐意照顾她 去上课之前 沙拉特别把爱美宝宝 放在小椅子上坐好 并且翻开一本书 放在娃娃的膝上 认真地说 我去上课了 你要好好在这里看书 马勒特不禁笑了出来 她觉得这位小姐实在很可爱 沙拉走进教室时 发现班上的同学都在看着她 她虽然觉得害羞 但仍保持沉着地 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拉比亚说错了 她的皮肤一点也不黑 她长得好漂亮哦 你有没有看到啊 她的袜子是丝做的呢 她的脚好小哦 真可爱 这用什么稀奇 只要鞋子做的合脚 让谁的脚看起来都很小 拉比亚气呼呼地说 狠狠瞪了那些赞美沙拉的女孩们 大家注意 上课不要讲话 明珍校长推门进来 维持起秩序 然后她请沙拉站起来 向大家介绍说 这位新同学叫做沙拉库尔 本学期到学校里 跟大家一起上课 大家要好好和她相处 下课时要找她一起玩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学生们整齐画一地回答 只有拉比亚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眼睛故意往旁边看 校长特别对沙拉说 既然你爸爸找了个法国女佣来 代表她希望你把法文学好 你一定要好好用功 校长 我 我 我没有正式学过法语 但是 沙拉想把话说清楚一点 但还来不及把话说完 明珍校长就以为自己懂沙拉的意思了 便打断她说 没学过 就从头开始学 法语老师很快就要来了 你先自己看书预习一下 沙拉本来还想多说一些话 但是校长要她保持安静 她只好什么也不说了 打开法文课本后 沙拉瞄了几眼 突然露出想笑的表情 但又强忍住了 校长立即斥责她 沙拉 怎么回事 不想上法语课吗 校长 不是的 我喜欢读法语 但是 师长跟你说话的时候 不可以说 但是 校长的表情很严肃 沙拉只好什么也不说了 过了一会儿 法文老师来了 明珍校长立刻把沙拉的情况告诉老师 还加油添醋地说 她好像不太喜欢上法语啊 这样可不太好 小姐 法语老师特别走到沙拉的座位前 刚开始学的时候可能有点难 但只要持续学习 慢慢会有兴趣的 这时 沙拉下定了决心站起来 老师 我很喜欢法语 但是这课本里的很多内容我都会了 刚才本来想跟校长说明的 但却没有机会说清楚 沙拉用法语说了以上这段话 非常流利 校长与老师都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才七岁的小女孩说的 你 你既然会说法语 刚刚为什么不说 明珍校长看来很不高兴 刚才我本来想报告校长 但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所以才 没及时说 沙拉红着脸 无论什么事 你都要坦白说出来 小孩子隐瞒大人 是最要不得的 明珍校长那冷酷的眼神 狠狠瞪着沙拉 沙拉不知道 她这一个无心的过失 彻底惹恼了爱面子的校长 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坏印象 也影响了她后来的命运 当天下午放学以后 沙拉独自走到餐厅外的露台上 这时天空仍笼罩着浓雾 气温很低 她希望在无人打扰的时候 静静地想着爸爸 爸爸现在应该已经上了 回印度的船了吧 海上是不是也笼罩着 一样的浓雾呢 这时 她听到后面有轻微的声响 回头一看 原来有个绿眼睛的小女孩 透过门缝偷看着自己 沙拉还记得 这女孩头上绿色的蝴蝶结 上发语课时 她正好坐在旁边 那女孩知道沙拉发现了她 立刻害羞地低下头来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沙拉很大方地走到小女孩面前 她感觉得到 这个偷看自己的女孩 只是想交个朋友而已 我叫雅美 这名字很好听呢 我叫沙拉 我 很喜欢你的名字 雅美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沙拉 是吗 我也喜欢你的名字 我们可以当朋友吗 雅美听到沙拉的邀请吃了一惊 她望着沙拉发呆 整张脸都占红了 可是 我的头脑不是很聪明 功课不好 法语都学不会 你法语说得那么好 我觉得自己不配当你的朋友呢 我会说法语 是因为以前在家 常常听的缘故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自然就学会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我帮你补习法语好不好 沙拉热心地说 你要教我 真的吗 我太高兴了 连爸爸都嫌我笨 不想教我呢 雅美开心地几乎要流下眼泪 没问题的 你要不要到我房间来玩 我把艾美宝宝介绍给你 沙拉真诚地提出邀请 雅美一听 立即点头答应了 雅美跟着沙拉一起走进那好好的房间 她忍不住赞叹 你的房间真是漂亮极了 好像公主的房间哦 这个洋娃娃好漂亮哦 咦 她手上还拿着书 洋娃娃跟人是一样的 会看书 散步 吃点心什么的 不过那只是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 当人一出现 娃娃们就假装不会动了 我拼命想偷看他们做事的样子 但是娃娃太机灵了 总是隐藏得很好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一次也没有亲眼看到 你说的是真的吗 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种事 不过很有可能哦 雅美听得很入神 艾美宝宝 这是我的新朋友雅美 以后你也要跟她好好相处 沙拉抱起了洋娃娃 这时 女仆马勒特从街上买东西回来了 沙拉很客气地说 马勒特 请拿出茶跟糖果招待一下雅美 是的小姐 马勒特出去后 沙拉开始讲述起印度的古老传说 以及她在印度的所见所闻 雅美很惊讶于这新朋友的说故事能力 任何平凡无奇的事 透过沙拉的小嘴说出来 立即照上了一层神秘且迷人的面纱 连记性不好的雅美听过后都难以忘记 不久 马勒特端了茶与点心回到房间 除了沙拉与雅美的 还准备了一个更小而细致的茶杯 里面装着淡茶 沙拉先拿起这个茶杯 放在艾美宝宝的面前说 艾美 喝茶咯 她的模样很认真 好像洋娃娃真的能喝茶似的 哇 这洋娃娃都跟你做一样的事啊 雅美瞪大了眼睛 她在沙拉房间所见到的一切 都非常兴起有趣 好像置身于童话世界里一样 而眼前这个漂亮的小女孩 就好像公主 能够跟公主当朋友 雅美觉得非常荣幸 每个星期日早晨 明珍女子学校的全校师生 都要去附近的教堂做礼拜 这时校长规定学生们 都要换上最好看的新衣服 也要保持最好的秩序 与高贵的仪态 明珍校长还会挑选一位 穿的最漂亮的孩子 排在队伍最前面 像灰洞的广告招牌一样 告诉路人 这是一所教育成功的贵族学校 今天一大早 拉比亚便起床挑选衣服 她还逼着最要好的朋友杰西 帮忙判断 这件好吗 她把一件漂亮的衣裳搭在身上 扭头问着还在打哈欠的杰西 嗯 你的每一件衣服都很漂亮啊 杰西说 不行 我今天的衣服一定要更漂亮 拉比亚咬着牙说 她又换了一件 拉比亚总算挑选了一件最华丽的衣服穿上 也换上了全新的皮鞋与袜子 头发梳好 搭上新的白蝴蝶结 她还特别找出妈妈送她的珍珠项链戴在脖子上 这才心满意足地到走廊集合 拉比亚跟以前一样 自己站在队伍的第一个 过了一会儿 明珍校长牵着沙拉出现在大家面前 每个人看到都说不出话来了 沙拉身上穿着华丽的粉红色衣服 外面套着一件貂皮领大衣 手上戴着精致的皮手套 穿着发光的皮鞋 这身打扮真是无人能敌了 校长果然牵着她走到拉比亚面前 看样子今天的队长换成了沙拉 当队长的人一定要用最优雅的姿势走路 知道吗 校长叮咛着沙拉 她困惑地点点头 拉比亚很生气 她紧闭着嘴 咬紧牙根 突然脱离队伍往后走 校长喊道 拉比亚小姐 你要去哪里啊 我不舒服 今天要休息 拉比亚 你是因为队长换成了沙拉而嫉妒吗 告诉你 这种心态是不被允许的 她是新来的同学 让她当队长也是应该的呀 你长大了 应该要懂得有爱同学 如果你还是坚持脱队 我会扣你的操信分数 小说大道理了 明明是因为她最有钱才选她吧 你只会把姐有钱人 拉比亚心想着 她当然不敢把真心话说出口 也不敢真的忤逆校长 只好懒洋洋地回到队伍中 排在杰西身边 这件事让拉比亚不高兴了很久 直到做完礼拜回来 脸还是很臭 沙拉知道拉比亚的心情 于是趁在教室前遇见时 很友善地对她说 我为早上的事感到很抱歉 早知道会让你这么不开心 我就不会站在第一个位置了 以后还是请你当队长吧 我会跟校长说的 少多管闲事了 当队长有什么了不起 我才不想走在那个 爱拍有钱人马屁的校长身边 你是这学校最有钱的招牌姑娘 又是校长的宝贝学生 你跟她走在一起最配 拉比亚说完 跑进教室里 碰的一声把门关上 留下沙拉呆若目击地站在原地 这时雅梅走过来安慰沙拉 拉比亚常常这样子 你别放在心上哦 她好像很讨厌我 是吗 拉比亚只要有一点不高兴 就是会用这种态度对别人 并不是只有对你才这样子哦 是吗 她如果真的讨厌我 是因为不了解我的关系吧 沙拉转眼间又恢复了好心情 雅梅到我房间里去吧 我再说些有趣的故事 两人手牵手一起到寝室去 与艾美宝宝度过了有趣的下午时光 傍晚时要吃晚餐了 沙拉去洗手时经过一个房间 听到了小女孩大哭大叫的声音 我没有办法了 不准这样大哭快点挨静下来 声音听起来是明珍校长 哭声还是持续不停 这时她听到一阵怒喊 不要哭了再哭就要挨揍咯 虽然如此女孩的哭声还是没有止住 这时她看到校长怒气冲冲的推门而出 她看到沙拉吓了一跳 校长请问是谁在哭 还不是那个顽皮又爱哭的乐地 总认为自己没有妈妈就可以任性 真拿她没办法 校长可以让我去哄哄她吗 沙拉提出请求 你 校长看着沙拉面露嘲讽的说 这跟哄羊娃娃是不一样的哦 好吧 你这么聪明去试试看也好 看她会不会听你的话 听了校长的风凉话 沙拉心里虽然有不好意思 却没有心思领会 她一心只想赶紧进房了解状况 她看到乐地在地上打滚 又踢又叫 沙拉只是不作声地在旁边看着 一句话也没说 乐地哭了很久 慢慢发现没有人理她 渐渐哭累了 叫声也变得微弱 她睁开充满泪水的眼睛四处张望 只看到沙拉一人站在旁边 这似乎又给了她继续哭的动力 于是她再度扯开嗓子喊 我没有妈妈 我也没有妈妈呀 乐地一听愣住了 沙拉突如其来的回应让她忘了自己正在大哭 她吸着鼻涕问道 沙拉你妈妈去哪了 我妈妈在天堂啊 沙拉思考了一下技术说 可是她常常会来看我 在天堂的人都是这样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他们 但是他们会静悄悄地来到我们身边看着我们 我妈妈也在那里吗 乐地睁大了眼睛 一颗晶莹的泪珠挂在她的睫毛上 在啊 我偷偷告诉你哦 我们的妈妈是住在非常美丽的天国里 那里有广阔的园野和花园 花园里遍地都是盛开的百合与玉京香 小孩子在花草间开心地奔跑着 还会用鲜花做成花环套在脖子上 在天堂的城市里 街道都是水晶做的 人们想去哪儿 只要张开翅膀就可以飞到了 城市的围墙是用黄金与珍珠做的 那道墙很矮 所以大家都靠着矮墙在聊天 想要看风景 只要把头伸出去看就看到了 莎拉说出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让乐地听得出了神 她很向往妈妈住的地方 于是吵着说 我想到妈妈那里去 学校里都没有妈妈 乐地我来当你的妈妈好吗 莎拉握住乐地的小手 温柔地说 真的吗 乐地的脸颊上立刻显现了两个酒窝 她的心情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是真的 而且你还有个妹妹 叫做艾美 我带你去见她 顺便帮你把头书好 联系好 然后一起去吃晚餐 好吗 就这样 当莎拉带着打扮的整整齐齐 乖巧听话的乐地出现在餐厅时 明珍校长对这女孩也不禁刮目相看 其实她观察到在短短的时间内 莎拉已经逐步变成了学校的人气王 渐渐往领导的地位迈进 绝大多数的女孩都喜欢她 乐意跟随她 不过明珍校长心里其实很讨厌莎拉 觉得她的在懂事的外表下 一定隐藏着不把大人放在眼里的骄傲 明珍校长遥想了范琳 她瞥了一眼沙拉 心想反正这女孩子家里有钱 又聪明伶俐 好好对待她总是有好处的 至于喜不喜欢也就算了 就让这闪亮的女孩成为学校的活招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